咒术回战209话里没有提到宿罗入狱 这极有可能跟宿罗复活相关 那么宿罗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复活呢 是瘦肉夺射还是脱离虎杖以其他的方式复活 还有宿罗复活后将给咒术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祖宗之王的复活彻底考察 据咒术回战199话中 天使透露的讯息可以看出 术师天使的目的是肃清瘦肉勇者 且主要目的是击杀堕天 那么天使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一定要杀掉堕天呢 现在大家熟知的天使 一般指的是西方教派的天使 然而在东方天使也代表着佛教中 天部在人间的使者 据说在日本平安时代 前往大唐参透密宗佛法的空海和尚 就曾请愿建设过一座天使宫 直到后鸟与上皇时代才改名为五条天神宫 在五条天神宫的西南方 战国时代的封城秀吉又新设了名为天使突击街的著名街道 直到如今还保留着这个名字 所以在日本心目中的天使是类似天神的存在 传说在千年前日本历史上真的存在着两面素挪 但两面素挪与普通人的外表完全不同 是拥有四只手两张脸的怪物 并且素挪发动术士的手势 是佛教密宗所奉天部十二天神燕摩天的谈吐印 而素挪就是镇守南方的守护神燕摩天坐下的使者 燕摩天的神力能够消除意气令国泰民安 所以故事可能是这样的 在千年前咒术鼎盛的时代 咒术界的争斗闹得民怨四起 意气横生 引起了皇室的注意 这就类似于朝堂与江湖的关系 而那时正是冷兵器时代 皇室并没有镇压强大咒术士的能力 不得不求助天神的帮助维持日本秩序 天神为了维持人与术士的相对平衡 派出两面素挪镇压 素挪因为拥有超越众人的强大肉体和术士能力 很快就成为了诅咒之王 完全压制了咒术界的其他人 使得大量咒术师陨落 咒术界也走向没落 再也掀不起风浪 然而杀戮的快感也使得两面素挪 逐渐背离了天神的旨意 从此成为了人间的祸患 违反神之道的素挪也引来了惩罚 被天神界判定为堕天 派出天使前往讨伐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天使会不知道堕天和素挪 其实是同一个人 那么无人能敌的素挪是如何被触觉的呢 天使的术士是能够使所有术士无效化 这正是压制素挪的法宝 但这个技能本身并没有攻击力 只能与其他咒术师配合使用 就像在现代天使希望与虎杖等人合作 肃清瘦肉勇者一样 在千年前素挪死亡的真相极有可能就是天使与强大咒术师合作击杀了素挪 然而素挪虽然被剿灭 但又没有被完全消灭 素挪的20根手指都化为了特级咒物 一直在等待时机复活 那么素挪复虎的方式到底会是什么呢 在咒术回战112话中 虎杖被喂下了10根手指后 素挪就获得了短暂的自由 当时漏狐曾建议素挪在虎杖清醒之前 与他结下永远控制虎杖肉体的束缚 但素挪却说根本没必要 自己早有计划 这个计划极有可能就是千年前与卷所达成的契约 而这一千年来素挪的仆人李梅也一直协助着眷所 在咒术回战最新209话中 李梅摸着死灭回游的一处建筑 讲出在此沐浴一定会让素挪大人满意 而场所中出现的粗麻绳也是日本祭祀的常用之物 粗麻绳其实在日本有着特别的意义 看来这里便是眷所为素挪准备的复活场所 在现代玉普遍是指洗澡也有浸泡之意 而在日本玉则有更深层的含义 通过清洗能够进化身体上的污碎与邪气 据说历史上日本佛教就有温室教 温室教是指僧女在礼佛前先由住持入玉 后由众生入玉 沐浴的场所也很有讲究 只有置身于神圣的地方才能达到进化的效果 现代日本神圣里的熟悉场就是沐浴场的一种 另外玉还具有过度与融合的象征意义 水作为媒介能够让人的身体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 像是溺水就是由生到死 而洗礼就是将不好的状态变为好的状态 而怕温泉也会消除疲劳等 所以里没所说的玉应该是与某种东西融合 可以肯定不是指的水 在咒术的世界里猜测极有可能是以咒力沐浴 还有在日本古代驱魔就常用白色出麻绳布置结界 身为结界大师的卷所也特意布置了出麻绳 应该是想速挪沐浴时不会被他人打扰 另外死灭回忧本质上是收集咒力的游戏 各个结界都是咒力的容器 那么卷所收集如此天亮的咒力究竟有何用途呢 很难不让人想到是为速挪沐浴而准备的 所以当结界咒力不足时 卷所才会前往美国忽悠众多非术师军队进入 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咒灵猎杀非术师为结界充能而已 当非术师大量死亡咒力源源不断的注入 结界内就会有更多非术师转变为术师的大脑 值得一提的是 卷所将咒力注入大脑改造术师的手段 其实与密宗最重要的仪式灌顶十分类似 密宗仪式在灌顶湖内神圣水 头气内神酒 由高僧将圣水洒在修行者的头上 并让其喝下 以此唤醒修行者心中的特别能量 当结界内术师数量达到一定量级 众多术师发生争斗 幸存的强大这术师 就可能会被驱赶至为素挪准备的沐浴结界 结界范围大小应该就是抚摸浴厨子的范围 而素挪便是雷吉口中所说的重磅炸弹 这样死灭回游就完成了使命 届时素挪将会以新的姿态重新降临人间 原本就是历史上最强咒术师的素挪 经过了这样的咒力沐浴后 将会成为怎样的存在呢 这或许就是卷所探索的终极目的 普障等人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而莱希华的目的就是肃清堕天 当堕天素挪成为深不可测的新形态 莱希华素挣无测时 就可能会同意解放五条悟 只有这样才能与卷所阵营有一战之力 所以素挪的复活很有可能既非瘦肉也非夺赦 而是沐浴宙里以新的方式复活 好了以上就是我认为素挪复活的可能性 如果有觉得不合理之处还请见谅 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可能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也会再仔细的想一想 那么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记得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